第十一题 乙饼杯溶液中糖分分布的情形何者正确 那跟刚才一样 我们可以知道 溶液是均匀的混合物 所以呢我们答案不可能是A 那也不可能是C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 它里面的糖水要有多少 糖要有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乙杯是把 假杯倒掉一半 所以它的糖水会剩下原来一半 糖也会只有原来一半 刚才第十一题看到 我们的假杯有十个圆圈圈 代表二十克的糖 少掉一半 那应该只有五个圆圈圈 所以乙杯里面应该有五个圆圈圈 而饼杯是继续加水直到 和假杯糖水质量相等 这叫做加水稀释 老师说过加水稀释 糖水加水糖不会变 所以呢原来乙杯有五个圆圈圈 那么饼杯应该也是五个圆圈圈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选项珠是错的 那么它这里的有十个圆圈圈是错的 因为它应该只有五个圆圈圈 那么只有选项B呢是对的 糖水剩了原来的一半 而也糖也只有原来的一半 因此第十一题问我们说 以饼杯容易中糖分布的情形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谢谢大家